刘胜和夫 前提条件 第一个 企业经营者的个人魅力 领导人的公平无私 是调动员工的基地性 和最大动力 公平无私代表什么 不只是针对大家 说我对你没有偏见 不只是如此 是什么 企业的利润 公平无私 不是为我赚钱 是大家的经营 有平台有数据 数据你分享 我拿其中一块 你拿一块 大家来分 叫公平 下一个 首先就要有 能够使得全体员工 毫无疑义的 全力埋头工作的 经营理念跟 这些思维 所以如果你不照顾 员工的利益 他怎么会觉得 这是可以用这个系统呢 与公司运作的各项制度 息息相关的 整体经营管理系统 各小单元 在公司内部进行购销 市场的动态 不仅能够传递到 公司内部的各个角落 而且公司整体 也能够及时地 应付市场的变化 让大家就感觉到 价格跟成本管理 内部购销活动 成了质量关卡 我跟你买 我肯定要买好东西 所以质量已经不在 单独质量部门责任 而是每一个人都在关注质量 使得它变成 最节约的 最有效的方法 管理成本 生产按工序 产品跟工厂 进行划分 销售按地区产品 顾客进行划分 提拔 培养年轻人当中领导 来练习当老板 从阿米巴的领导者当中 不断涌现出来 能够跟我一起承担 经营责任的共同经营者 尽可能地公开公司的信息 营造全体员工 自觉参与到经营里面的范围里面来 全体员工为了公司的发展 和其心合力地参与经营 在工作当中 感受自己人生的意义 以及成功的喜悦 阿米巴组织的划分条件 能够独立核酸 必须是能够独立完成 某一项业务 能够贯彻公司整体的目标跟方针 按照经济环境 市场跟技术的变化 竞争对手等等的变化 而活泼地改变阿米巴的组织 为什么叫阿米巴 阿米巴是一个变形虫 应居环境变化 能够把分级变各种形状 它没固定的形状 所以称作阿米巴 就道声和服在想 我企业里面有生产 研发 销售 质量 人力证 各种内容 每个地方都要我去解决问题 我能不能让我的人 产生在每个地方 当那地方要我 我就出现 与其要我 要我出现 不然它本身就像我一样的思维 那不就更好吗 所以把它称作阿米巴 每个地方都是独立的 就像我一样在运作 那我就培养 每个人都有我的思想 都像老板一样的思路 所以它把它引成这个方法 叫阿米巴 就为了培养 每个人都像他一样 要不然老板 没办法解决 结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它一定是个 授权方法 我培养你跟我一样的思路 就是把权力授给你 你才培养出来 变成跟我一样 所以它不是个控制系统 是一个自由度相当高的组织 不是一个受制于人的 被动型的组织 而是能够自觉地发挥主体性 来展开工作 提升自我能力的组织 设定各种各道工序之间的售价 必须首先以销售给客户的 最终售价倒退计算 关于这个我在后面 再跟你详细解释 因为这是个相当重大的内容 我只能产生一个 内部的总部价格 没有总部价格 我怎么计算理论 但我的方法 不是在各环节制造理论 而是整体理论 整体的成本 怎么到销售那边去 两个不一样的方法 一个是就地变盈利中心 我的方法是 只当钱包当盈利中心 那我有我的思想的基础 后面跟你更深谈下一个 制造部跟销售部 都是运利中心 实际上 制造部门才是利润的源泉 这是道圣克部说的 是我不断讨的地方 把对顾客的销售金额 变成相当于 制造部门收入的生产金额 销售部门作为 与客户的中介 销售部门作为 制造部门与客户的中介 我再说一次 销售部门作为 制造部门与客户的中介 这日本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在这里 等一下会针对它 进一步跟你扩展出来 所以我比较不喜欢 在制造部里面做盈利中心 我只希望在销售部做盈利中心 因为日本合乎的 日本方法的最大缺点 最大特点就是这句话 就是把认为 销售部门作为 制造部门与客户的中介 销售部重要吧 不重要 它认为生产创造效益 日本人可以 极大的后说 所以这是道圣克部 最大的障碍也是日本民族的最大的障碍 所以日本在1990年之后 就从全世界消失掉了 就都迷失了十年 到21世纪的整个的100年 日本人都在迷失当中 找不到新的出路 因为他们把销售给入化掉了 他认为销售只是我 相当强的生产的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 跟顾客之间的桥 你只不过把我东西送给顾客呀 是我的技术跟我成本管理能力 跟我的研发能力 让顾客买我的货 不是销售 在中国正好相反 24条25条 判断阿密巴之间售价的人 必须充分考虑到 哪个部门发生多少个经费之突 需要多少个劳力 产品有多大的技术难度 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 比较等等因素 最终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 因为部门部门这间价格 没有个市场价格 所以当时花很多精力来判断 怎么去建立在部门这间转播价格 26条 决定价格的经营高层 还必须具备关于劳动价值的 社会性的尝试 就因为他需要判断总部价格 才出现这些的需求 面对市场降价 而必须要降低售价使 就会出现到底具体落实到哪个部门 要降成本的问题 就需要以提亮他人的利他之心 考虑公司整体的和谐来采取行动 而这一句话是多么的抽象 在中国用起来就比较难 因为中国人比较会计较 因为中国没有中教精神 而是什么 没有大家利他精神 所以中国比较难执行这样的系统 就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 坐下来基于个最大化 基于公司利益最大化来谈 最大化的和谐 这一句话在中国是蛮难实行的 28条 即使如此 价格仍旧会带来利己主义的思想 只有以哲学基础 正确的做人原则 阿弥陀佛经营才能够克服 利害双方之间的对立 而因为哲学思想在中国 基业又是如此少的存在 宗教思想在中国又不存在 就会使得这一条内容完全无法执行 部门之间纠葛就太大了 非常大 假设你真的要把部门当引力中心 纠葛就会长大 在哪里 在成本给我的对不对 在收入价格对不对 那我们就花太多时间在纠葛 不创造利益的地方 最后一章 单位时间附加价值的改善 不会有奖金 这也是日本道圣和服的一个缺点 对中国来说 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而得到同事的赞赏 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作为相互信赖的伙伴的幸福 做出贡献 才是本部门存在的价值的想法 已经根深蒂固在日本企业当中 所以后半就要解释了 日本民主有这种思想 它才能够用日本的道圣和服方法 但中国不存在这个内容的话 就无法执行道圣和服的方法 因为民族性不一样 在经济发展阶段也不一样 所以我对它有批判 在后面讲更清楚 我把我的内容给展现下来 企业创立市场的盈利中心更重要 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在发展当中 日本没有市场 日本有多大三个岛 一亿不到人口 它的基础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这些内容 让大家知道道圣和服的思想 单位时间附加值的衡量指标 提升了就能够得到报酬 确实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以短期来看 成国主义或许是最有效的经营方法 这一条日本说得很好 这一条是我们中国需要的 道圣和服再加一个反对意见 变成日本的方法 但是从长远来看 成国主义反而使人人心患散 日本民族是一个通知化很深的民族 拥有强烈的隋大流的中庸意识 所以人们对于差距大的报酬 跟大于有时会产生很大的抵触性 这一条正是日本道圣和服的最重要的基础 隋大流的意识 在公司里面长久工作意识 是整个道圣和服在日本能够产生效果的道理 而当中国这个基础不存在 在日本道圣和服的方法就不能够照办 同一把民族意识不一样 专场也不一样 现实的土地面积跟发展也不一样 就使得道圣和服在中国必须被修正 即使没有最尖端的技术 即使是平凡的工作 同样也能够实现高收益的经营 也就是质朴平凡的事业 同时也能够璀璨明亮 这才是阿弥法经营的根本所在 经营管理部门是处理公司经营数据的部门 是相当于飞机驾驶舱内的各种仪表 把复杂的经营信息能够正确地保卫作用 从而是从根本上支持阿弥法经营 这个内容说得很好 这些内容的经营的指标就是仪表板 每个指标都有混黄率 超过哪个数据较红色 较红色代表什么 飞机要撞地了 赶快修上它 但这套系统的数据指标 没在到圣和服的书上说出来 当然它有它的特别性 各家公司不太一样 但它绝对是包含这个纬度 能怎么触动它 怎么让它产生流程的优化 怎么让流程优化的支持顾客需求 怎么让顾客对我不断下定 来得到采取的结果 所以它是一套工具 就是告诉我的经营者 怎么样从 怎么去分析 这个应该怎么改善 再来找什么是制止的这个 再来找怎么让人触动 能够把这个做好 管理方法就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到达这里到达这里到达这里 拼了检卡思路 这套全盘指标就是我的指标体系 没有这个就蛮难让它做到它要的东西 因为这套内容是会计老师说的 会计老师干嘛 就教大家怎么赚钱 就讲究合理逻辑方法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没有这个理解 没有这些内容存在 这个指标给它了还是无效 在座可能就有集团的人 集团总部的人 我在给部门定指标 我在给各分公司定指标 定了又怎么样 你给出回报率指标 你给出利润率指标 你给出成本总数不能超过多少指标 做得到吗 做不到 为什么原因方法就在这里 这三个忽略掉 这个肯定是落空的 是各个集团总部在放 就集合所有的地方 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基标体系完成 才能够让分公司 看着这个结果做这个事情 结果才出现 平衡基金卡是现在最最先进的 到管理哲学跟技术 确保平衡基金卡的制定 就会让那个经营者 无法落实得到数据 会过分的短视 那么企业就不能长远的发展 平衡的发展 可知 Hmm 不知实有什么以来的